前妇他們家庭都是好賭 導致最後是離婚收場 所以那時候 就自己帶三個小孩子 在外面住房子 要賺錢又要照顧三個小孩 然後你會常常接到學校的電話 就是小孩子在學校 就是有一些行為脫軌了這樣子 當你看到小孩子 有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麼成 然後你也覺得你活在這個世上 很像做什麼事情都是失敗的 沒有價值的 然後在有一次偶然停紅綠燈之下 看到那個教會有那個跑馬燈 想到 對啊 我很像問過很多鬼神 上帝我還沒去過 我就尋求教會 在敬拜當中 我就會莫名其妙的流眼淚 可是其實我已經好久 就是沒再流過眼淚了 流完眼淚之後回去就覺得很輕鬆 然後很放鬆 然後那時候我的小組長他帶領我 就是遇見神 讓你感受到就是說 你可以好好在牧羊人的懷中去休息 然後你可以去依靠他 然後是被保護的 其實離婚後我是戴著面具在生活 因為我變得很自卑 然後我也不想讓人家看見我的軟弱 來到小組之後 然後就是我可以放心地去敞開去講我的淚 就是有喘息的地方 在QD過程當中是教我勞恕自己 然後勞恕孩子的這些行為 然後也勞恕我前一段婚姻的前夫的家人 然後因著被神這樣子帶領老鼠遺致 然後我學會釋放 很像不用被困在那個牢籠裡 你本來你覺得你得著自由 神讓我回復我的自信 祂告訴我說 我不是一個羞愧的孩子 我不是一個沒有價值的孩子 然後祂讓我知道我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我是因為不知道怎麼去教養孩子 所以我來到教會 然後教會找到用愛去愛孩子 尤其是我老三 其實他是最缺乏愛的 他沒有父愛 然後來到教會就是會有很多叔叔跟長輩 那些就是會關愛他 然後他也透過服飾 也被神激發出他的興趣 跟他現在對於未來的就是 直癌生產的生涯規劃 所以他現在有方向有目標 以前我沒時間陪伴他們 我都是求快 你趕快講 那我最大改變是 我學會傾聽跟包容 然後去跟他們溝通 然後我感謝神 就是教導我怎麼愛人 怎麼愛自己 然後更感謝神是 讓我真正的生命的自由 我按照 我來自座 我來自床 我來自座 來自座 蹲出 我們來自座